虽然已经远离欧洲主流足球,但荷兰传奇球星,斯内格对一举一动还是备受关注。 目前,斯内格正效力塔保尔联赛,加阿尔加拉法队,上一轮,在对着乌姆沙拉尔的比赛中,斯内格拉伤了大腿。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,旧伤未遇的斯内格又遭遇车祸。 据太阳报报道,斯内格距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,幸运的是,他只是脖子受了一些轻伤,而阿尔加拉法智乐部官网站,斯内格近日遭遇车祸,并在事故发生后,被送往了医院,索性他的脖子只是受到了一点轻伤。 目前这位前果米中场已经出院,近日,出院的斯内格还随至乐部官员在场边观战。 1984年出生的斯内格是荷兰足球黄金一带的一员。 2010年,斯内格帮助国米时隔45年后重夺欧冠冠军,尤其是在半决赛中,斯内格一传一射,帮助国米淘汰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巴萨梦三。 在决赛中,国米2比0立刻半人夺管,而在当年的世界背上,斯内格率领荷兰队打进决赛,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中,斯内格一记头锤得分,帮助荷兰队逃派了巴西队。 今年34岁的斯内格在3月份宣布退出荷兰国家队,并远离欧洲联赛,加盲卡塔尔聚勒布派尔加拉法队,正所谓大难不此必有后福,祝福斯内格。